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桩一鞋 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反复吹雨 3D话新闻 大家好我是凡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要说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就是国企改革 这个是9月13号的新闻新华社的一个通稿 说国务院中央近日是印发了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那么这个呢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的文件 必将开启国有企业发展的新篇章 那么这个指导意见呢 一共分为八章三十条 从改革的总体要求到分类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还包括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怎么样强化监督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方方面面都是定下了这种重要的举措 还有主要是这个目标任务 那么这个意见发布之后 我看有的人觉得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亮点或者意外的地方 因为其实前段时间就已经流出来了 所以可能不过后来有人说 是不是故意流出 先试试水温 看大家反应怎么样 那当时我就记得我看过胡舒立女士 非常资深的媒体人 她在财新网上发布的这个社论 她就讲 其实国企在非竞争领域 自有它不可替代的合理的功用 但是呢国企面临重重的挑战 比如说它资产庞大 但是利润率极低 而且呢会造成国家的经济资源的错配 还有呢它定位也不是很明确 经营范围过大 并且是仰仗 它明或者暗的这种特权 去严重挤压明企的创新发展空间 而且它正起不分 行政垄断呢是非常恶劣 甚至严重制约国企自身的发展 那么看到2014年以来 国企的规模扩张不凡 明显放缓了 总体绩效呢其实也不怎么样 所以呢这个国企改革哈 它当时就建议应该跳出碎片化 应该适应性改革 这个现在的这种市场化的 这么样一个环境 去加快它的整体的改革步伐 其实说来说去 就是看你现在改革的这个方案 到底跟市场有多大的关系 能不能增加它的市场的活力 但现在看有的人觉得 好像还是会造成一个 一个国际民退的这么一个感觉 因为你反复的强调说 要做大做强做优 并且是强调在党的领导之下 那么当市场和你的这个特权垄断 发生这个有纠结和和碰撞的时候 那到底是听市场的 还是你继续发挥以前 这种垄断的地位呢 我们看到这次改革里边 好像是有很多这种 要符合市场化的做法 比如说国资委 他要管资本不管资产了 再比如说这些国企 要分成商业类和公益类的 但是这些种种做法 但是有很多经济学家 他就评价说 好像并没有触碰到国企改革 这些大的国企大佬们 背后掌握的实际的核心利益 更像是一种说辞表面上 说一下而已 而且在很多执行的层面 其实是有很多困难的 现在也很多细节的问题 没有指出来 比如说这次有一个任命制 和聘任制的这个 不同的人员的分位 那但是到底到时候 如果你的聘任制的人 是在你的这个任命制的人的地位之上 应该是听谁的呢 任命制是代表国家和党的 但是聘任制可能是 只是负责企业管理的 当这个企业的商业利益 和这个党和国家的这种政治利益 产生冲突的时候 这个企业应该从哪个方向来发展 但是如果你要符合市场规律 可能真的是以商业利益为先 但是你要是作为一个国企 他有他相应的这个责任 那他可能就要符合这个政治利益 和国家的利益 所以在种种的这种矛盾之下 大家好像没有发现 从这个改革方案上 到底对原来这些问题 有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 我看国内有媒体就说 其实现在的这些改革的方案 之前也是参考过了新加坡 这个所谓的淡马锡的这么一个模式 因为他就是由财政部 由淡马锡控股公司和国际企业 和国联企业 就是组成的这个所谓的淡马锡模式 我看到今天的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企业研究所的副所长 也是一位专家了 张文奎 他就说呢 其实对于这种淡马锡模式 他是是保留意见的 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学淡马锡 已经学了这个十几二十年 根本学不来 你想淡马锡下面的国企 他搞得不好 他这个资本回报低的话 或者说他的资本需要转移到其他领域去 淡马锡就立马可以把它卖掉 还有呢 这个淡马锡的独立运营 它是在新加坡的法治体系之上的 就是说他的法治可以保证 它是独立运营的 可以基本上避免政府干预和掌观意志 但是这两个核心要素 中国很难学得到 对 所以这就说的问题了 怎么样去让他独立运营 避免政府干预和掌观意志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如果说他的这个市场和政府意志和政治 他发生错作复杂的碰撞的时候 起了冲突的时候该听谁的 对 而且咱们跟这个新加坡 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咱们的这些国有资产 他不光是掌握在国资委下面 财政部也有一批 不同的部委下面都有一些国有的资产 那如果你想统一管理的话 你怎么去协调这些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 怎么能够把他们手里的既得利益给收回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要说这个打开一个口子 让民营资本进入 那还是国家在管理 其实还是这个像原来的体系一样 只是让这些民间资本 把钱放到国有的企业里 这些民间资本在没有话语权的情况下 他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国家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感觉上好像我们想学代马新模式 可是我们始终有很多跨不过去的坎 让我们离代马新模式还差得很远 当然现在这份指导意见 它还是一种铁钢切领式的 可能还要看具体的这些细则 怎么样去保证它的执行 那其实这份文件呢 要说等了等很久 等了二十几个月起码 而且呢中间听看外媒的一些报道 就说来来回回的撕扯了很多次 因为即使现在出台 这么一份改革性的文件吧 它中间也是有很多利益的牵绊 那也是经过很多的这个谈判和妥协 那最后出来这么一份 那当然了 我们首先可能就好奇 为什么二十二个月之后 在现在这个时间会出台 这样一份国企改革的方案 它跟之前我们听到中纪委 又是进驻这个央企啊 进驻国企啊 这样的反腐败的新闻 有没有什么关联 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 很多位的专家 跟我们从政治经济反腐败的各个角度 来分析这样一份文件 那么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久违的张立凡先生 他可能跟我们从总体 现在内地的一个局势上 或者政治环境上 来跟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台 这样一份国企改革方案 跟政治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我们听到的是著名的历史学者 张立凡先生的分析 为何在此时出台这样一份方案 我觉得大的背景你要分析 就这次大阅兵之前出了很多的状况 一个是股市出现了股灾 另外呢 像天津的大爆炸 显示出所谓治国的能力 这个很成问题 所以呢 现在可能是面临一种焦头烂额的局面 然后你看这个阅兵的当日 其实各个派系的人物 新老人物通通都露面 所以现在看呢 有可能是要暂时放一放内部的斗争 就是内部斗争可能处于一个低潮状态 但是呢要整个先要把这个政权稳固 因为现在目前所处的这个危机啊 现在针对这套危机 其实是出了一套组合权 这套组合权包括王岐山讲的 所谓合法性的问题 包括这个这次的什么 这个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 关于这个对这个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若干意见 然后就是国旗改革的意见 在这个阅兵之后 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出台 这个本身呢 其实就是想要挽救这个现在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这种推势 在这个背景下才出台了这个关于国旗改革的这个若干意见 他还是想注射用注射强心针的办法 用阻止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办法来振兴经济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与愿违未必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 好张老师丽丝就说呢 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这样一份国旗改革方案 你还得结合其他方面的这种文件组合起来看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大的背景和更大的一个目标 对是的 其实好像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个改革方案为的是促进经济 但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 到底这份改革方案能不能够对经济有帮助呢 我们也请教了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盛洪教授 我们来听听盛教授是怎么说的 这个方案第一 它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具体改革措施的方案 换句话说它不是个改革方案 它只是名字上说了有改革两个字的方案 但事实上它不是个改革方案 它应该说对国有企业的它的改进没有一点好处 对国有企业在整个中国 它应该是在什么样的位置 没有什么改进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没有什么正面影响 甚至应该说是有负面影响 首先是国有企业就有负面影响 其实我们在2011年我们就发布了一个报告 关于国有企业的 那么这基本的结论是什么呢 基本的结论就是国有企业从整体上来讲 那当然我们再严格一点 我们研究对象是工业的国有企业 那么基本上整体来讲就是亏损的 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一个是一个负的价值 而实际上这个国有企业它占有了大量的 中国的资源和国有资产 那么你要知道有一个叫机会成本的概念 假如这样一些资源 这样一些资产 它换一种制度 比如说它是民营企业 那么它会带来更高的效率 那么所以呢 从这意义上来讲 就是我们后来有很多估计 这个国有企业它的总的净赦收益率是 负的百分之四点几 这样一个数字 实际上这个后来还有一个报告 叫有关这个行政性垄断的一个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也是做了这个国有企业 带来损失的估计 那么所以我们总的估计就是说 一年下来 国有企业由于它的垄断 由于它的低效率 由于它无偿的占有了大量的国有资源 那么带来的损失大概是数万亿 大概三四万亿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出台了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根本没有触及 有关国有企业的真正问题的话 那么上次它再延换 向国有企业的改革 而国有企业不改革 那么它再继续再 再给中国人民带来亏损 那么带来损失 它对这个经济增长当然是负面 而且我后来有篇文章也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大概它的这个 对于GDP的增长的影响 大概也有三四的这种水平 就它拖累了我们的GDP的增长 大概有三四 所以呢 这个这样一个方案 我没有看到一点 它有什么实质性改革的地方 所以呢 就是我的判断就是它没有什么积极 好 盛宏教授呢 是看得非常淡了 这样一份改革文件 他甚至没有读出任何改革的意味来 对 而且他也不认为 这次改革能对经济有帮助 本身国有企业可能在他的眼中 和他的调查结果中 就是给经济拖后腿 这次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 某种意义上 是不是会让政府越抓越乱 反而给这个经济再拖后腿 这就不好说了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听 其他的专家的分析 接下来这位呢 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 宁慧华教授 宁教授是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 他也解读了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出台改革方案 我觉得跟经济形势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其实国有学的改革 你发现他每隔几年就搞一次 这一次搞 距离上一次 其实已经有满长时间了 就上一次是战略性调整 2004年左右 然后08年的金融危机 国企大规模扩进了一次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改革政策 到现在为止 这不算太大的改革 到这个时候也差不多了 我觉得跟宏观经济是没有直接关系 我倒是觉得它跟反腐外形是有一点关系 因为从几轮巡视的情况来看 国企几乎没有一家被巡视的没有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改革特别突出了 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背景 而且包括过去也很少把国企提高 到今天这么高的高度 认为它是第一句话 就是它是执政基础 执政的经济基础 这也是政治考量 也就是说国企问题 国企改革问题 它基本上不是一个经济改革问题 这一次就更明显的 以前没有这么提的 以前国企改革也不提怎么反腐败 没有这回事 但是您觉得这次改革完了 对打击国企的腐败 有多大程度的帮助呢 有一定程度帮助 举例来说 这是要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 过去有可能是控股公司 子公司 参股公司不一定有党委的 现在要求子公司必须有党委 参股公司 重要的参股公司可能也得有党委 换句话说 党委就会一定程度制约总经理的行政智能 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自主权和自由财量权了 就是说在权力的约束方面 应该会有一定的作用 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我怎么印象当中有的 有的有党委的 他是党委的这个书记 他是兼任这个企业的一把手 对 如果他身份是重合的话 或者说他刚刚是有党委 他没有纪委的这个组成的话 我觉得对于反腐的这种遏制和监督 可能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对 但是这次他提到说 好像要做这个两套班子 其实内部要有自己的纪检机构 然后呢 也会有中央的这个纪检机构 来回的去巡视 是独立的一个体系 当然如果这个真的能做到的话 也许真的是对这个国企的反腐是有帮助的 可是现在就看这个改革方案 我们能看到的预见的未来 到底有多大帮助呢 我们也请教了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老师 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但现在这个搞的呢 就是做大做强 而且还要大力的支持 还要给他们免费划拨土地等等等等 这么一套这个政策支持 想做大做强 其实就是维持官方的垄断 这个垄断呢 其实垄断也垄断不好 这个垄断以后 其实这些利益 国家并没有受益 因为这个这些国有企业已经很多年没有上交利润了 理论上是全民所有制 实际上全民得不到 我们哪个老百姓中国公民能够从国有企业分红吗 没有 所以呢 其实它是一个与民争利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他们内部人自己支配分红 支配各种的利益 所以呢 这么一个体制吧 从中央来讲 它并没有打破国企的管理者 对国企的垄断 从这个市场的角度 它也没有打破 国有企业与民争利 与民营企业争利 这个模式 它还是没有打破 这就是一个很纠结的心态 就是说一方面呢 它还是要用自己人 但是要防止自己人呢 中饱私囊 这个就是所谓反腐败的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呢 它又不舍得这一块资产 说是这个 还想把它做大做强 还想跟这个民间来竞争 所以呢 它也不想让这个私人资本来 就是它让这个 真正的这个国企私有化 让私人来管理 它又不肯这样 所以呢 是一种放不下又舍不得的心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有 它有防止内部腐败的 这个含义在 但是并不等于 它这么做 就能有效的防止腐败 顶多可能是 腐败换一个方式 或者呢 这个换一批新的人来继续腐败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好 我们第一部分听的 几位专家的分析呢 似乎都是 不管从哪个层面看 都不是很看好 他首先觉得 不是一份经济的 这个改革的方案 它是因为正式的 这个大环境起了变化 所以不得不推出 这样一份方案来 可是如果你说为了 回应政治的这样一种现状 回应反腐败的 这样一个诉求的话 似乎它也是有 它的很大的局限性 也未必能够达到效果 对 好 那刚才我们是比较大纲式的 给出了这么一个评价 那接下来 我们要谈谈细节部分 它整个巴掌 还是有一些些的 这个提法 值得我们再去 细致的去解读一下 下另外新闻 稍后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回来三天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如果从细节上来看看 我觉得有这么一条 就是第十九条 他提到了员工持股问题 说员工持股呢 从理论上 我们一般这么讲 就是说你从理论上理解 就是可以使得企业和员工的目标 同一起来 就可以改善企业经营 你看现在创业的这种科技的公司 都说你有没有原始股权 似乎就是我愿意加入你 或我最后决不决定加入你的 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条件 但是呢 你一个垄断的国企 搞员工持股呢 那好像是他是有点问题 那比如说呃员工 他的这个垄断的国企的利润 他到底是来自于政府的管制 还是说跟我员工努力 有很大的关系 这其实是个问题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员工持股呢 基本就是说 我其实就是在分配 就把那个利润 和股权 从企业再分给个人 那他到底对改善企业业绩 能有多大的贡献呢 说你考虑到国企 他是全民所有 你在没有解决市场 竞争不足的问题的时候 推进 垄断国企员工 持股 这恐怕是有问题的 因为本身这种股权激励 是一种市场行为 而这个分配 也是按照你的表现 按照市场化的机制 来分配的 但是作为国企 他如果要搞这个股权激励 他背后肯定涉及到一个 政治利益分配的问题 所以很有可能 这个本来的市场化的 自由的奖励 就变成了你政治上的奖励 本身可能仅仅是因为 你有政治资本 而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这个国企改革的 张老师眼里 其实就是很多红二代们 他们要把自己政治上的 这些组产和政治资本 来把它继续下去 我们来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现在是 这个因为是红二代当家 他们处于一种 非常纠结的状态 一方面呢 他们把所有企业 当成是一种组业组产 或者是党产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先被打下来的 我们得经营好 所以呢 他们要做大做强 然后呢 这个还要防止什么 这个国有资产流失 这一套 其实呢 就是等于是守着一份家业 可是呢 就不会经营 然后呢 又怕别人经营呢 把自己的 这个赌上传承的 这个这些个利益 给流失了 所以呢 就是叫既舍不得 这个放手 自己又管不好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才提出来一些 非常矛盾的说法 比如说 要建立 现在企业制度啊 这个国有企业 也要这么搞 但是呢 又强调 对国企的 这个党的领导 这本身就是一个 自相矛盾的东西 即便你拿国家资本 或者国有资本 这个概念来套 套这个 现在企业制度 哪怕是你用这个 这个 代马西模式 现在也很多人 指责这个代马西模式 或者是美国政府 这种联邦公司的模式 其实它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 其实政府 它还是 虽然它出资了 但是它还是按私人 普通的私人公司的 方式来经营 政府并没有过多的干预 尤其像美国 它就是这样 根本就是 它这个企业制度 即便是国家的 这个投资的 这些企业 它首先是建立在 就是 这个不适合市场原则 或者市场原则 根本不生效的 这些个领域 它才去投资 它才去办 那么这个还有一点 它绝不垄断 它是走的 就是它跟这个 民营的私营的企业 没有竞争 或者很少有竞争 它当然也开了口子 让这个民间资本进来 但是进来无非就是 你拿钱我来用 但是实际上 民营资本在国企中的 发源权是很小的 基本上是没有的 而且实际上还是国资委 他们这一套行政管理 在很大成功上是 他们说了算 然后就是 企业的这个管理层 说了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 它这么一套制度 其实是搞不好的 而且当然也有人说啊 说今后十年可能出现 这个国退民进 所以以往是这个国进民退 说以往今后可能会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情况 前大概两三年吧 我就预言 我说将来会有出现一次 所谓的这个国退民进 但这个国退民进 其实还是他们内部人 利用这一次的私有化机会 继续这个吃掉国有资产 可能是这么一个 名义上的国退民进 实际上是中保私囊 这种情况可能这一次 我看这个方案 是一个很失败的方案 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效果 好张老师是继续批评 觉得很悲观 对于这样一个方案 接下来再来听 另外一位教授的分析 把盛宏老师接着分析分析 就是说他这套方案 他认为的最大的问题在哪 政府的这个角色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 那是不是针对外界说 他其实也还是有亮点的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管资本不管资产 也就是淡马系模式 我们来听盛宏老师 是怎么评价 这个淡马系模式的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说辞而已 就是唯一可能能宣称 这个方案里 包含了某些改革的内容 就是所谓的这种 把这个国资管理 从资产管理变成资本管理 那么但是其实 我想说是在同样一个方案里 我们看不到 他要走向淡马系模式 为什么淡马系模式就是说 国家只出资本 然后这个公司呢 是以司法企业的行政区去运营 也就是它是以一个私营企业的行政区去运营 但是它在私营企业里头是用 运营的是国有资本 但国有资本在这里呢 可以作为一个 跟任何一个私营资本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是在放在这里能赚钱 那么这个同样这个方案里又谈到了 要把国有企业 什么 做大做强做优 对 那你其实 你这两句话是矛盾 你说我要只运行资本 不运行资产 但你又要去做大做强做优 国有企业 那么这不是矛盾的吗 所以就是那些专家的那个说法是对的 就是说其实它事实上它并没有走向短马新模式 是吧 你要做大做强做优 那你不要退出吗 你要做得更大 你要做得更强 你还要做得更优 是吧 就没有一点要从这个 这个国有企业 这种企业资产的形态往后退的 没有一点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就同样这样一个方案里头 它如果它都是同时存在的话 这肯定和它那个所谓资本运作是矛盾的 是吧 我说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应该说 即使是大马新模式 我也是否定的 所以大马新模式其实没有必要 就是为什么要把 要有 国家要拿出一部分钱 当国家资本 然后交给一个新铁去运营呢 没有必要的 就是你国家如果需要钱 国家是可以靠税收来 筹集 这个资金 来去支持公共服务的 它的这个成本的 你为什么要拿一笔钱去进行 这个资本运营呢 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中国人去 有些中国人他 对大马新好像特别的欣赏 其实它完全是一个托词 它无非是说 新加坡还有个大马新 所以我们中国也要保留国有资本 它是这样一个含义 再进一步说 就是如果我们中国真走到了 大马新模式 就是真正从企业资产变成了资本 那么资本是什么东西呢 资本是货币 那结果是更糟糕 为什么 就是运营货币资本 带来对国有资本的这种损害 还是更大 那么什么意思 我们能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股市 股市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情况 出现就是大喜大落 绝不是一般散民 甚至不是一般机构 能做到的 那么有大量的国有资本 在进出股市 所以他们在运营国有资本 你想它是好事还是坏事 因为这个运营货币 这件事是更可怕的一件事 而且这比较 应该说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 隐藏的问题更多 那么因为货币它和一般的这个 实物资产 它的这个形式不一样 它的性质不一样 它挪用的可能性更高 它挪用的这个成本更低 它更有某种隐性的这样一种特点 那么所以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说真正走向大马戏模式 真正走向资本运营 那么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好事 而是一件坏事 因为我们现在连现在这次股市 出现的问题都没有真正真正能明白 那么就有些人在拿着国有资本去运营 那你看这股市成什么股市 这股市 我觉得古地中外没见过的 是吧 三天两头就可以往上涨5% 往下跌8% 这是很罕见 中国在这么多年的这个股市发展中 只有最近这段股市 才是非常可怕的股市 为什么 就是所谓的在运营资本 就拿着国有资本去运营 谁有那么多钱 那不都是国有资本吗 再加上了所谓我们银行的一些货币 是吧 所以说这个方向本来就有问题 所以就是说我就用一句话说 这个所谓的改革方案 第一它不是改革 它根本就不是改革 它一无是处 熊红教授的这个批评啊 就显得非常的犀利了 一无是处啊 用了这么重的话 那我们再听完吧 熊红老师还有好几段 他觉得细致的分析 到底问题在哪 等会听完他的时候 我们再来听听 宁辉华教授的分析 可能有一些的意见 就跟生活老师不太一样了 首先要看 那么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什么 你就要弄清楚问题 你才能去制定改革方案 这改革方案是针对解决问题而制定的 是吧 所以它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它就是一个 拥有很多的垄断权 那么利用垄断去赚钱 那么还有很多的这种 这个制度上和政策上的优惠 那么这些优惠可以使它去占有 无偿的占有这些国有的资源 但不付任何成本 或者付比较低的成本 那么这次当然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它根本没有谈这个问题 而做大做强做优 那么这个词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争议的这样一个词 因为做大做强做优 是可以有不同的手段 那么当然我们认为 最正当的手段是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 去做大做强做优 是吧 但是呢 它也可能是通过某些 利用某些政治资源 从政府那里去获得一些垄断权 从政府那里去获得一些优惠的 一些这个政策或制度 那么这样一种做大做强做优 肯定是错的 是吧 这是手段不正当 这种手段是让它带来效率 带来不公正的结果 不公正的分配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问题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它强调这个分成两类 一个是所谓公益性的国企 一个是商业性的国企 那么他说商业性的国企 按商业性区域管理 那么要去对他们进行 这些国企的这种高管 进行这种绩效的考核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 假如你这个企业实际有垄断权的 假如这个企业 这个不付这个国有土地的地租 你获得的是低利率的贷款 你获得的这个资安资源的 这种开采权是低成本的 低于这个应当付的那个成本的 那么你的绩效就是假的 这个逻辑很简单 对吧 所以你连这些都不讨论 你连这个所谓的公正的 这样一种市场竞争都不讨论 你连这个要去掉那些 这个优惠的政策 那些垄断权都不讨论 单单讨论去按照商业性的企业 去考核那些高管 这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有了垄断权 有了这些优惠政策 那么它的这个技巧就是假的呀 是吧 这就很简单 所以我说了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 我说有了垄断权 傻子也能赚钱 是吧 你还需要努力吗 不需要努力 因为你有垄断权了 别人进不来 那么就你这一家两家三家 那么你当然可以赚钱了 是吧 但是这个怎么 怎么还能再不去打破垄断 怎么能再 不建立公平的这个竞争 竞争的这个规则 公平的这种 这样一种这个竞争态势的 前提下 你去搞什么商业性的国有企业 这是一个基本 基本逻辑上都站不住的问题 是吧 所以这个方案是基本上是 我就还是说那句话 它根本就不是改革方案 确实上你看到这个细节里面 它有第五条 就规定说对于商业类的国企 要重点考核 经营业绩指标 根据顺虹老师的这个分析说 你在国企 你是用优惠的价格 获得土地和资源 和竞争力压力完全不足的情况下 所以这业绩本身的意义 你得重新打问号 这也是一条废的 对 好 我们再来听 他根据他这么多 这么些年的观察和总结 他得出一个结论 凡是这种经济的问题 政府越抓 你的手伸的越长 最后越搞不好 问题越大 这个其实出了问题 就要加强党的领导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 那么就是非常错误的 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就是 他还是有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说 党的领导 就是比别人更高明 或党的高层领导 比别人更高明的一个问题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一旦出了问题 就要加强党的领导 就要去抓 就要去管 那么其实呢 这个思路是大错 就其实就是 有时候可能 就是你越抓越管 越加强领导 他会出问题 因为这个企业 他面对的是市场 面对市场竞争 那么在这个时候 市场规则在起作用 不是你去抓就能抓好 这个逻辑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是吧 这个在毛冬时期 毛冬这个抓农业 他走到了第一线 他去抓农业 那越抓越糟啊 包括农村 他怎么去种地 那以什么样的组织形成去种地 他全要去抓 那么抓的结果就是几千万人的 这个这个这个 饿死几千万人的一个打饥荒啊 是吧 其实这个恰恰是他抓的嘛 其实后来 我们的所谓的农业改革 其实是没有什么高妙之处 就是要取消这个所谓这个党或者政府去抓去管去领导 那么为什么要非得要去党非非得去领导农民怎么种田呢 是吧 这农田农民几千年都知道怎么种田突然他们不会了 是吧 然后领导告你应该种什么 应该什么时候种 应该怎么种 应该以什么样的组织形成去种 是不是很荒诞吗 这些越抓就是问题 包括在计划经济时期哪个不是政府在抓吗 哪个不是党在抓吗 他越抓越是有问题的 就是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举个例子 我说这个过去 这个抓钢铁的生产 在计划经济抓钢铁生产 抓了半天没有超过三千万吨 那么到开放以后 我们从来没听过有所谓的以钢为钢的宣传 原来一直老听的 我小时候经常听到以钢为钢的这种说法 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就没听说过了 然后好多年我也不知道钢铁产量是多少 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 中国的钢铁产量是八亿吨 我都惊呆了 那么就是一个道理 那么这个结果怎么来呢 因为市场化的改革是市场在起作用 是企业在进入 有大量民企在进入到这个钢铁领域 那么它就发展这么大 但是发展这么大的 我们中国从来没有惊讶过 为什么是没有抓 所以应该说整个改革开放 就是不要去抓 就是要减少政府去抓的那样一些方面 减少政府去抓的那样一些产业 那么你一不抓 市场就起作用 市场起作用 那么这个经济就发展 这个逻辑一样 那么你去党管国企干部就很荒诞 因为国企干部他要干嘛 你要有个定位 你说比如说你说是商业性的 这个国有企业 商业性国有企业那就服从市场规则 为什么要党去管这个国企高管 是谁这样一件事情呢 那么管以后 你是不是要能 党是不是能够找出来 那个最能去运营企业的那个人呢 那么这肯定是不对的 中族部他怎么能找到呢 而实际上我们说 其实这些年 一直是中族部在决定 央企的高管 那么我们看结果是什么 那么这央企高管怎么样 难道没有抓吗 是吧 所以事实已经证明 根本这个所谓党管干部 什么党去抓这个央企高管 有什么用啊 这完全是倒退啊 这是80年代改革 就要去改掉的东西 他为什么要走回头 都要回去呢 好听着 觉得盛老师痛心疾首的感觉 对 觉得国际改革又走回头路了 我们也请教了 宁辉华老师 他也觉得其实 是跟大家的预期 稍微往回走了一点 但是也不至于那么糟糕 因为过去的改革 国际协改革大的方向是市场化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认为 他应该继续市场化 但是呢 这一方案相比 有些地方确实是更市场化 但是有很多地方 不是更市场化了 所以大家会有一个落差 比较市场化的地方 就是分类考核 这算是一个市场化 就是市场化的 以考核效益为主 就是商业类嘛 那工业类呢 以考核成本核算为主 那商业类你可以说 它是更市场化的对吧 第二个方面是 允许不同类别的管理者 拿不同的报纸 比方说市场化平衡等 向市场接轨 那那个行政任命呢 跟行政任命的官员呢 有比较接近 这个过去也没有 这么明确提出来 就尽管很多人一直在呼吁 我本来也在呼吁 我认为就是国企官员 他的基地是扭曲的 他不能进来市场化的报纸 又拿行政的级别 那现在这个方案 正式了这个问题 而且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进步 但是也有很多地方 相对来市场化改革来说 它是有往回 不能说往回走吧 就是说相对大家的预期来说 它没有达到大家预期的那么高度 正式问题就是进步 虽然可能解决方案 还不是特别的让大家满意 但是起码很多问题 都被提出来了 我们也听听聂老师 他是怎么说 这些被提出来的问题 过去呢 大家也提了这些问题 但没有写这些方案 这是呢 正式的这些问题 但他在解决问题方面 可能没有大家理想的那么 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理想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那个分类改革 过去没有提 现在提出来 那个就国企分类改革 没有提的 现在呢 第二个是呢 刚才说的那个 管理能源分类改革 过去没有提 现在也提出来 对吧 当然是进步 另外呢 推动国有些整体上市 过去也没有提 还有允许国企的一些资本 变成优先股 这个以前没有提过的 我想这些方面 都算是亮点吧 还有就是 过去呢 也提政资分开 过去是提政绩分开提的多 但是政绩分开 没有特别明确的提 民间在喊 这次呢 也把它写进去了 政绩分开 政绩分开 对吧 这个也算是一个亮点呢 这是不能否认的 提出问题方面 有进步 解决问题方面 没有大家想象的 进步那么快 我们这次 关注到一点 就是这个国资委 从管资产 变成管资本 那您觉得 这个模式 在中国适用吗 其实他没有 文件并没有说 是要改成干马戏模式 以管资本为主 并不代表就是 干马戏模式 干马戏模式 是什么 是一家国体 一个国有机构 首先它是一个 只有一个国有机构 其实呢 干马戏本身是一个公司 中国没有这样的事情 中国国际委 又不是公司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国企 可不只是由国际委管 财政部管了很多的 工信部也管了一批的 它有地方政府 所以 我觉得我们 现在管理模式 完全不是干马戏模式 两个完全没有可比性 这都是误解 如果说国资委 只管资本的话 它跟现在 最大的区别在哪 有区别 就是如果你只管资本的话 相当于 你只盯住一个目标 不是多目标 它现在不是多目标 单一目标 现在是多目标吧 你日常保值要上去 效益要上去 你就业还不能下来 利润还不能下来 另外呢 有一些战略性领域 你又必须进去 就是现在的国企 是承担了社会任务 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 三重任务的 如果只管资本的话 那就是只承担经济任务 这是千差地别 所以我一直呼吁 国际改革首效的是 明确定位 你不能明确定位 你再怎么弄 你都是治标不治本 你就算是管资本为主 但是如果我一个企业 要承担多项任务 你怎么能只管资本呢 对吧 如果为了提高资本的利润率 我裁掉很多员工 你允不允选 你不会允选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裁掉很多员工 会引起社会动荡 那就会引起到社会职责 人家就说 我没有履行社会责任 对吧 你看这就矛盾了 所以你不解决定位问题 管什么都没用 你解决了定位问题 该管什么自然就知道了 到底是国际面对 还是民进国退 现在还不好判断 但是有一点 就是国企 不会像以前那样 继续在市场上 逐渐退出 越来越多了 它只会 退出会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过去从来没有明确提出 要做大 过去只说要做强 做优这没问题 现在要做大 做优做强 做大 你相当于扣了个大帽子 就是 那你要把国子退出来 人家说你违背了 做大的原则 我觉得这个方向 在一定程度上 是历史上画的 当然 如果你是某一个企业 要做大 做强 我没意见 但是你总体上要做大 那这就是跟整个 过去的方向 有点不太一样 国有企业 永远不可能 跟民营企业 宫廷竞争 不可能 你了解中国过去的人 就会知道 他只要设下国有企业 他不可能会跟你平等竞争 你起点就不同 那怎么可能平等竞争 所以你真的要让市场 形成充分竞争的格局 就应该让国有企业 尽量少在竞争性领域待 我觉得这个 过去大家已经形成共识了 现在这个反而又不是共识了 这是大家觉得倒退的地方 我认为国有企业 应该成为一种特殊企业 不应该与民争利 不应该每个领域都要进 他就应该在特殊的时候 需要的时候他就出击 不需要的时候 他就应该收缩 就像我说的 经济性是不好 要出击投资 国企可以拉拢一下 那经济性是好了 你就应该收缩 这跟进哪个领域 可能没有直接关系 现在国企的扩张 并没有战略意图 就是说他只是为了个人利 个体利益 为了自己企业的利益 比方说你中良 你也去搞地产 这是你的战略地位吗 这是你的战略业务吗 那好像不是吧 对不对 你去查案央起 没有几个不搞地产 这个跟他的职责和使命 我认为是违背的 就说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政 换句话说 在这个以上 国企已经各自成了 一个利益集团了 缺乏统一的部署和规划 这是因为定位没搞清楚 如果定位搞清楚了 根本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我同意在某些重要的行业 和领域保留少数国有企 作为特殊企业 我的意思是 不需要这么多国有企业 我们现在有 10万家以上的国有企业 太多了 用不了这么多 而且就算国有企业要退出 它也有个过程 所以我的观点 不是说极端的进了和退 我是觉得 国有企业应该作为 宏观经济的 宏观经济波动的抗评器 那宏观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不愿意投资 你国际 那时候就要做大 要投资 要带头 那形势变好的时候 你就要慢慢退出来 所以我不认为说 应该是国有企业 应该在某个领域 绝对进入 还是觉得是 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更愿意把它跟 宏观经济的 抗评这个职能 绑在一起来理解 好 那道理和现象 我们都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一个现象 对 这恐怕跟高层领导人 的这个曲 它是有关系的 这是我看到 北大经济学的教授 张维颖写的 他就说这种 所谓的国际民退 背后其实有 很多种的原因 首先一点 就是高层领导人 你要看他从总体上 他是不是市场派的改革者 还是正统的国家主义者 其次你要看国企 他其实在政治经济生活当中 他都变成了既得利益者 那我既然都已经拿到好处了 我当然是没有什么主动的愿望 去革自己的命 那再次呢 就是05年以后 公共舆论呢 开始转向 青睐国企 最后0809年 发生了这种 全球的金融危机 使得所谓的中国模式 它越发的变得有特色 变得越发有信力和合理性 它这个其实是解释 为什么国企在08年以后 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和专制 所以这可能 如果延续下来的脉络的话 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 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改 这么的难 对 因为像这个盛文老师 他其实有跟我讲 在以前的时候 最早只有一家国企的时候 他拿中国电信做的例子 那个时候 中央呢 成立了中国电信之后 跟他谈这个利益分配 那中国电信是非常强势的 中国电信拿8 然后中央拿2 到后来第二年呢 看到有很多这个其他的部门 看到这个电信行业有利润可图 他们也用了一个中国联通出来 当两家重新竞争之后呢 又过了一年 这个中央又跟这两家企业去谈 这个利益分配 马上就倒过来了 中央呢 把他们两家拿2 然后现在我们就看到 其实很多国企在做大做强以后呢 他们这种谈判的资本 反而越来越多了 他们这个利益 是越加的不可动摇 在跟中央谈判的时候 反而变成了国企改革的一种阻力 很多时候中央的这种改革方案 不得不顾及这些国企的既得利益者 不管是政治利益也好 还是经济利益也好 他们的一些感受 反而就是举步维艰 长不开手脚 好 我们最后一部分 来听到的是 另外一位独立的经济观察者 温克坚老师的分析 小朋友们稍后见 U-Radio U-Radio News and News and News U-Radio 好 我们先来听听看 温克坚老师是怎么样来评价的 他是一位独立的经济观察者 他也是觉得这样一份方案 可能跟决策层的落后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国企改革这套话语是 其实官方一直是在宣扬的 18届三中选会里面 也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所以推进这种经济改革 尤其是国际改革 我觉得作为官方的一个政治宣誓 他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 其实无论从学术界也好 舆论界也好 其实对这个国营企业 以及它背后的这套利益 体的抨击都是非常显著的 但是在经济地位上 他们并没有被削弱 所以说这些年来 他们也通过一些意见购买也好 通过形成他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对他们自己的这个角色 进行一些合法化 合理化论述 所以使得好像这个 客观上把这个国有企业的这种程序 跟这个执政党的这种 执政地位紧密的关联起来 这个时候为什么又推出了 这么一个内容比较盘杂的 这么一个所谓指导意见 可能是跟前段时间以来的这种 比如说经济形势比较黯淡 然后社会各界有些焦虑 高层不同的这个政治派系 有一些博弈 我觉得经济的最高决策层 可能他们的这个知识结构 他们的观念体系比较成就 很容易这个 并且可能更喜欢的这种 所谓挫大挫强国企党领导 这个国企这种话语 谈识吧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在最高层的这种 比如说比较落伍的观念体系下面 以及在强势的这个国有企业 这个利益集团的这种互动之下 我觉得就出台了这么一份 分不干不尬的这么一片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因为这个像我这样的这种 比如说长期关注经济领域的 这个我觉得预期应该是比较明确了 这个就是希望推进产权改革 推进私有化 打破垄断 如果这么些基本的这个要求 一条都没有满足的话 这些细微层面的这种调整 其实就可以忽略不及了 其实可能需要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国有企业的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 有没有必要性 是吧 因为从现在的一般经济理论来看的话 除了在极少数行业 所谓真正跟那个国家安全 或者特定的这个 比如自然垄断的少数领域 大部分国有企业存在 它根本就是扭曲了市场规则 它根本没有一点经济学的合理性 所以这个判断如果说是成立的话 那你国有企业的制度设计 你说从资产管资本 从比如说经营决策 逐渐退后到管人事也好 我觉得这些细微的变化都是不足为道的 如果说是中国这些年来 这个经济层面的这种市场化进展 其实已经是好多年 已经是没有什么进展 这么多年停滞下来 如果再有需要有些所谓的改革的话 其实当然我们是希望 比较明确的显著的变化 而不是说再停留在这种 某种意义上有点玩文字游戏之类的这种变化 那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在今天这种中国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的话 就是说国有企业改也好不改也好 它并不是说由中共高层能说了算的 因为市场规律它已经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即使这些 比如说这些层面的改善改变能发生 但是它如果不符合这个基本的经济规律 我觉得这些国有企业的命运也是注定的 好 但是我看到张文英教授 他的一个意见 就是说现在你要把国企民营化 它其实现在主要就是一个政治决策 看你高层想不想这么干 你如果不想这么干的话 你就是像刚才几位教授一起批评的 他一无是处没有任何的亮点 完全不符合大家的期待 但是你可以这么做 但这么做之后你要预想到 它会有什么样的很恶劣的后果 比如说一直处在这么一个国际民退的 这么一个阶段 很多民营企业家可能会感到巨大的不公平 那他们的这些财产 他们这些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你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些私营老板 他们直接用脚投票了 转移资产 移民国外 那这些东西如果长此以往下去 人数越来越大之后 他们使得民营企业最后的 没有成为真正的中国经济的主体 那是不是中国经济之后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对 其实现在最大的一个矛盾的根本就在于 市场化和这些垄断集团 他们要捍卫自己的垄断权的一个矛盾 如果说市场化的话 这些垄断权肯定是会被打破的 他们的利益也不可避免的 会被民间的这些资本或民营的企业家去获得一部分 但是现在这些垄断的利益集团 他们真的不想把这块利益放走 而这背后又牵扯到更深的政治方面的斗争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国有企业 他们背后或多或少的都有政治派系的影子 但是到底这个利益掌握在谁手里 谁可能就对未来的政治有话语权 所以相当于说现在市场的东西在和政治互相的掰手腕 到底谁能掰过谁呢 也许可能我们现在的政治领导人认为 他们只要采取一个好的政策 最后赢的会是他们 但是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最后会决定一切 而且如果现在的改革 如果说高层没有形成这么一个很强大的动力的话 底下的人他可能现在就是懒 我就一直等你的文件 等你三中全会之后有个决定 决定完之后等意见 意见出来我再等你配套 配套出来之后我再等细节 可能很多的这些时机就是在等待当中错过了 而且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前车之鉴 就是一直主张改革的人没有好下场 我记得这是李永中先生跟我们讲到 他回忆到八十年代的这个历史的过程 如果没有好下场的话 大家就没有这种改革的样 这样一种动力都觉得明哲保身 我只要不给自己摊上风险 那我可能我现实安稳就足够了 但是这对于长远来说 它一定是一件坏事 对在大家都捍卫利益的情况下 你提改革那你就是出头哪 一定会被打倒 好那今天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那之后还要再看 它确实是不是有什么在配套的一些戏子出来 也可以值得关注 三里话新闻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欢迎你在微博上找到我们发表你的意见 拜拜 拜拜